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万物观察,当男人将手中的玩具扔过去的时候,狮子似乎被吓了一跳,接着张开了嘴巴,露出了他的獠牙,为什么这只狮子会有这样的反应呢?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? 杰克是一名动物饲养员,他在南非当地的一个动物园里工作,杰克从小就喜欢动物,而且他惊喜地发现,身边的动物似乎对自己有着天然的好感,也正是因为如此,他一直追求这一份能够与动物接触的职业。 幸运的是,他来到了这个动物园,虽然刚开始的时候,这个动物园的规模很小,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种类,但是杰克从没有为此抱怨过,他对待每一种动物都耐心温柔,因此很快就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打成一片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动物园的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在的动物园已经拥有了超过320个不同的物种,其中最著名的就有非洲五大兽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名呢?因为这五种动物体型庞大,凶猛无比,猎人很难捕捉,它们分别是大象、水牛、犀牛、豹子,当然还有被称为百兽之王的狮子。 特里顿就是一只狮子,而且它非常特别,因为它是一只拥有着纯金毛发的狮子。 黄色毛发的狮子很常见,但是像这样一丝杂毛也无,闪烁着光亮的毛发却很少见。 在黄褐色成堆的狮群里,特里顿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它的金色毛发就像冬日里被晨曦照亮的初雪,明环而美丽。 但是特里顿的命运,却不像它那光鲜亮丽的皮毛一样祥和安宁,或许正是因为它美丽的毛发,所以它在幼年的时候,就被猎人给盯上了。 虽然猎杀狮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,但是天下兮兮,皆为利来,总有一些人为了财富,冒这个风险。 特里顿就是在一场人类的猎杀行动中受伤的,虽然它侥幸活了下来, 但是却也失去了行动能力。 因为它无法治疗伤口,丧失了行动能力,因此狮群抛下了它。 在自然界中,物尽天择,一只没有未来的狮子,是不会被同类所接纳的。 特里顿的生命在流逝,即便它身上的伤没有打倒它,它也会因为饥饿失去生机, 更何况还有那些闻着血腥味赶来的猎狗。 这是一场多么不幸的意外,但是幸运的是,特里顿遇上了饲养员杰克。 当杰克发现特里顿的时候,他的情况非常糟糕,饥饿和伤口让特里顿失去了行动能力, 只能奄奄地趴在那里。 可即便是这样,他看到同样是人类的杰克,还是发出了微弱的警告声。 杰克明白,如果放任他不管,这只狮子一定会命丧于此, 但是他也不能贸然靠近,一则可能会引起特里顿的应激反应。 二则虽然特里顿尚起年幼,但是凭他一己之力也不可能把他抱回去。 于是杰克立刻向动物园求助,很快,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, 将特里顿带到了医疗中心。 杰克回来后立刻就给特里顿进行了一番检查, 特里顿的伤势很严重,就算治好了,以后可能也难以再捕猎。 杰克为此感到非常难过,但是现在的第一药物是给特里顿包扎伤口。 特里顿的警惕性很强,虽然已经没有了力气, 但是还是下意识地在杰克的手下挣扎着。 杰克好不容易为特里顿整顿好了伤势,接着又给他准备了食物。 鸡肠鹿鹿的特里顿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快躲移, 反而一直盯着一旁的杰克,迟迟不肯下嘴。 杰克明白,特里顿并不信任他,因为他身上的伤痛, 正是由人类带来的。 为了让特里顿能够放下警惕, 杰克特意走了开去,直到他出了门口, 特里顿才开始慢慢享用美食。 虽然杰克在特里顿的身上,花费了很多心思, 特里顿也从一开始的草木皆兵, 慢慢适应了杰克的存在。 但是特里顿并没有对杰克敞开心扉, 看得出来,特里顿并不开心, 而且他的伤势恢复得也很慢。 就在长久的养伤中,特里顿也慢慢长大了。 照理说,伤势好转的特里顿应该更加活跃才是,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,失去了广袤的草原。 加上之前身体和心灵上所受的伤害, 特里顿对动物园的生活感到厌倦。 每天,他看着那些人来人往的游客, 只是趴在地上,一动不动, 游客们自然也对毫无动静的特里顿不感兴趣。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 丧失交流圈的特里顿只会一天比一天沉闷。 从特里顿来到这里, 杰克就一直照顾着他, 他早已对特里顿有了特殊的感情。 杰克下定决心, 一定要让特里顿走出阴霾, 变得活泼起来。 为此, 杰克找来了各种各样的玩具。 每次杰克将那些玩具扔过去的时候, 特里顿似乎都表现得十分不开心, 他并不认为这是有人在陪他玩, 反而认为这是伤害他的危险工具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 特里顿看到后就会张开嘴巴, 露出獠牙, 似乎在警告这些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玩具。 直到有一天, 杰克拿来了一个球, 特里顿一改往常地警惕, 反而好奇地看着球。 这个圆滚滚的物体, 没有棱角, 似乎也没有威胁性。 看到特里顿的反应, 杰克非常高兴, 他终于找到了特里顿感兴趣的东西。 杰克试着把球靠近特里顿, 特里顿果然没有立马跑开, 或者是露出什么猙獰的表情, 他甚至伸出自己的爪子, 拍了拍圆滚滚的球。 球在特里顿的发力下, 四处滚来滚去, 这样的场景就像是狮子在踢足球, 实在是非常有趣。 杰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 他第二天就拿来了一个足球, 没错, 他要跟特里顿一起踢足球。 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感到匪夷所思, 但是当杰克和特里顿一起奔跑在草地上时, 画面是如此的和谐。 曾经精神违靡的特里顿, 自从爱上了踢球之后, 终于变得活跃了起来。 看到他娴熟地带球到属于他的围栏周围, 甚至还跟着球的运动轨迹, 跳到了水里。 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太有趣了, 在场的游客都看待了, 毕竟谁能想到, 一只狮子居然还踢起了足球, 甚至还会掌握其中的投球规则。 特里顿是一个合格的进攻选手, 他所向披靡, 一往无前。 后来, 连动物园的其他同类, 也被特里顿的身姿吸引, 纷纷加入这项活动。 当然, 作为忠实的队员杰克也从来不会缺席。 或许正是因为足球, 特里顿和杰克慢慢走进彼此, 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。 特里顿不再像以往那样警惕, 也拥有了自己的快乐。 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说, 狮子是凶猛的, 他们非常危险, 但事实上, 没有什么会比人类自身更危险了。 即便是狮子, 他们也拥有着喜怒哀乐, 也知道恶意和善意, 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攻击人类, 或许他们只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家园罢了。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,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。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